這個我認為是 第一個就是政府有在主導 然後我們證交所也是代表政府 他會去要廣邀的公司來做一個說明會 他也說這個市值增加到四千多億 就是上千億以上 就是說他希望有一個護國群生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再度收看鼓動乾坤 我是焦榮 這個廉價連續兩個大廉價 中秋還有國慶的廉價 終於放完了 那就我所知呢 到年底之前沒有這樣的長假了 是不是大家感覺工作的情緒 又回復到原先放假之前那種 亢奮的狀態太好了 因為我們可以開始認真的 把這個注意力放在股市當中 認真的在年底之前大賺一波 幫自己過個好年 上個禮拜的時候證交所在這邊 他廣邀生技公司來上市 為的就是要把這個資訊公開 而且設定了目標是 3年內讓生技產業的市值翻倍 那這一個消息 是不是對於生技產業來說 是個大利多 那至於在這個放假期間呢 正好又碰到了 好像中東那邊又要打仗了 會對於到年底之前的盤勢 有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我們請到的特別來賓 是運達頭顧 顧富仁分析師 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說明白了 歡迎顧富仁 佳龍好 全國朋友大家好 富仁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第一次來的時候呢 這個老師需要把靈魂交出來 就是你的背景要跟我們大家交代一下 剛剛我稍微問了一下 我覺得好神奇 從小其實你學的你的這個本科 譬如說學校啦 專業上投你學的不是金融 但是你從小 從小就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發生 來跟我們講一講 小的時候就是年輕的就是 可能是高中國中的時候 就是跟我媽去耗子嘛 那個時候剛好就股市剛好低市 還不到萬點 就是去耗子裡面 股票啊寫單子啦 然後跟人媽去跑 然後就也沒有什麼很注意啊 然後我們家因為隔壁鄰居啊就是 他以前也是 他以前就只是算是大戶 什麼叫做以前的大戶很簡單 我就坐在VIP室裡面 你要跑炮咖啡 然後電話拿起來 就直接到教育室 到後來他變成大戶的時候 他就是每天就是家裡擺四台電視 以前是電視 就自己叫券商來家裡裝電視牆 然後呢跑步機 然後他也沒有下單 他也沒有下單 然後桌上有三台電話 他電話是沒有鍵盤的 以前電話是有鍵盤的 那邊有拨號 他沒有啊 電話拿起來就直通人家操盤室 很簡單 他就是看盤 好 看一看 然後還有一次他就告訴我說 來 付了來 誰家 誰家 我家有住在旁邊 我跟你講他一定很喜歡你 因為你的名字好 他就開始敲電腦 他電腦還是 不是紅天蕾啦 不是紅天蕾 他電腦是 券商的電腦搬到他家裝 這個才省啦 他就電腦敲一敲 看啦 他也沒有按鈕 他直接打電話去 比方說 他說聯電 聯電 三千張 三千張 掛掉 他說四架 四架買 他是收盤前 十二點多買的 然後再 他又跑去跑步去 這樣跑一跑 然後又跑回來 三千張賣掉 我只是傻眼看到他說 就這樣 就這樣 他那天一張也不過才賺五毛 可是人家又三千張 三千張嘛 對 然後我就 哇 你一天就賺幾百萬 那我那麼辛苦 一個月也不過賺四五萬 我還是大飯 五星級飯店的 餐廳的副理級 經理級 副理級 當然我不是在羨慕他賺的錢 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說感受到的是 決策力 你不對我就砍 而且砍的時候 人家怎麼解套他也告訴我 他說你上面買一千張沒關係 下面我買三千 我上去我就全砍 所以你玩不贏主力 是因為人家有決策力 人家下來的時候我敢砍 他說我真的玩不贏你 我就砍光嘛 他肯賠的 他肯賠錢的 你肯不肯賠 我發現到很多投資朋友 他會輸錢是 你今天你不賠錢 你一百塊股票 我賠十塊可以吧 賠二十塊可以吧 賠三十塊可以吧 你不要等到賠到八十塊 你忍受不了 然後你突然砍掉 砍掉之後又從二十塊股底 又彈回到一百塊 這才是最歐的人生 大部分都這樣賠的 人家主力說我今天賠十塊 沒關係我看看嘛 不對啊你們這些人都在賣 就是我沒賣我也砍 我從八十塊砍到六十塊 他人家是照砍的 我從頭再來再賺就有了 好那接下來我要問的問題 就是你剛才提到的 在股市當中 你接觸到的這一些 這個能夠在股市當中呢 呼風喚雨的這些 這些主力 他們能夠制勝的關鍵是決策力 但我覺得決策力三個字 有一點含糊 到底什麼叫做決策力 就是像你剛才講的 我敢砍股票 我賠錢我就砍股票 可是這個需不需要有一些資訊 就是對於多空要有掌握 當然去查他的財務狀況嘛 我們可以財務面去找他的股票 比如說現金流量 那你再不行 我用技術分析可以了吧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要有一點底 你才可以有決策力出來 基本上你要有底嘛 最主要你要停損停曆嘛 什麼叫停損停曆 你看這個劉德青山寨不怕沒才燒 這個是人家自營部的操盤手 或者是說這個投信基金經理人講的話 劉德青山寨不怕沒才燒 所有外面的主力都在做這件事情 我停損5%我只要賺5.3% 我停損10%只要賺11% 我停損50%我要賺回100% 這個就很難了嘛 更況你到8成賺回4倍 人家在230就一定砍光光的啦 你不能不砍 你不砍你會 我老實講這個不砍你就砍自己就好了 這就不要膽了 那我說我要怎麼選股 來選股就很簡單 選股是什麼意思 自選股嘛 指標 量價 或者是現金流量 KD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MACD MACD都沒關係 不停通道 怪力都可以 你總是給自己一個標準 標準出來之後停損停利 對 停損停利最重要 你什麼選股都沒關係 我今天設費不要沒關係 你只要告訴我 你自己說我賺5% 還是我沒有 不能賺5%啦 賺15% 停損5% OK 但是你千萬記得 掉下來你真的要賣 我情願停損三次 我只要賺一次我都回本 好 我們今天在這個節目上半段 就學到了 從這個顧婦仁老師這邊學到了 什麼叫決策力 就是你自己 不管你設定的目標是什麼 不管你設定的這個買進賣出的 根據參考是什麼 但是要嚴格執行啊 一定要 對不對 你100%嚴格執行 你不執行你就拿飛票射你屁股 這懸良刺骨嘛 你的懸良刺骨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提醒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難的 我跟你講 對 全世界裡面最難的叫做什麼 自律 沒錯啦 對不對 小朋友做錯事情說 說say sorry yes 他會say sorry 我告訴你 年紀輕小孩子都有休止心 老了只剩自尊心 嗯 什麼概念 我股票輸錢我只會硬拗 我打死不停損 可是你停不停損是你自己的問題 有的時候你是自己在下決策 是 我停損是我自己的問題 你幹嘛要 跟自己這無聊的自尊心過不去 你何必呢 又不是說你今天跟大家 糟糕天下說我買了什麼股票 我賠了多少錢 不是嘛 這你跟自己錢過不去何必 我換股操作再賺就有了 對 其實賺不難 重新來不難 但是要留得青山在 真的是你不願意自己重新再來 你重新出來之後呢 你冷靜一下想想看 繞一圈想一下嘛 因為就好像最近你看 這個莫名其妙的AI股又亂跌一通 對不對 你可以在 好了你就盤 前面也不知道停損沒關係 你中間可以停損嗎 因為盤不對了嘛 你停損出來 你不要急著買股票 想想看為什麼台灣這樣 看看新聞嘛 找找別的嘛 也許是軍工股要漲嘛 你轉個方向嘛 證交所說生計股好 再轉個方向嘛 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這個大盤 現在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點上 它的支撐壓力 就您來看會在哪裡 這個大盤其實它的 目前的支撐點 應該可以算是說16200點附近 最近有的測試四次嘛 16202兩次 16203一次 然後再一次的話 我認為如果真的再來 16200應該守不住 會破掉 但是我認為這個大盤是 它應該要破 為什麼 你破了之後呢 籌碼面才會洗出來 就是沒有信心的投資朋友 才會砍股票 那你砍股票出來之後 落在有信仁手裡 它才會沉澱 那你未來在漲的時候 才會漲得更多 可是它如果沒有破呢 或者說連16200都不來的話 它就會永遠都在 16200到168 或17000附近震盪 整理 那這個整理就會 比較討厭的地方就是說 你譬如說像最近 最近AI開高走低 殺火盤 有些殺得蠻重的 都殺到點點去 那未來它可能明天就是 反彈個2到3% 然後就這樣 然後今天是因為 台積電聯發科再大漲 那台積電聯發科 明天又會開始做整理 不漲或小跌 那你變成就是你指數面就是 上上下下不知道去哪裡 那你聯發科可能就 突圍往上漲 往上漲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整理性來說 你手上沒有聯發科的人 也賺不了錢 那你手上有AI的也套一缸子 因為目前來說 不管是誰去買高配息的ETF 他們還是會去買高配息 可是現在高配息 我認為他已經轉到金融股去 今天就是漲台積電跟金融股 今天的金融股 國泰金 兆豐金 開發金 都漲得非常凶 那你金融股今天你美股降息 奇怪 我們台灣又沒升息 你業績怎麼可能 你電子股不好 也不會有人跟你借錢啊 我資本支出往下降 你的利息收怎麼會好 我們房地產也不好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漲 那就是人家有大咖的在換股票嘛 那你換股票你散戶又不跟著做 那你要賺價差 你怎麼賺價差 你等於是被人家賺價差 你被人家割韭菜去了 所以變成說你未來這個行情就是變成 以後就AI反彈 今天股又回來 就一直在搞 就是你呼應你剛才說 如果沒有一個像樣一點的跌勢的話 對 他如果沒有破一萬六 來到一萬五千五或一萬五千二 那你籌碼就不乾淨 你未來就是沒有一個大的波到往上漲 所以你中間就是你看我我看你 看到後來看看誰沒耐心 變成多殺多的格局 那你中間的過程裡面 因為你要嘛你換股要嘛 你就佈局別的跟這些人沒有關係 你可以等一下 為什麼 你等到哪一天金融股跟AI股 一起往下多殺多的時候 這些股票就暴漲 就真的暴漲 就暴漲在哪裡 可能在生計或跟軍工股暴漲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是莫名其妙的 無量下跌 無量下跌不是主力出貨 是散戶在砍自己 為什麼 因為他看 我這個沒有賠啊 我就砍這個沒有賠 對 當然要 不是砍 沒有賠的要砍 要砍有賠很多的 你看我們這個觀念真的 這個支箭要重新建立起來 不是 因為你沒有賠的就表示說 你操作不錯啊 是啊 是啊 就表示說你的眼光不錯 而且你還買在不錯的點嘛 你賠的多了一定是你買錯了嘛 對 你不是叫你賠光光 不是叫你砍光嘛 你砍個一兩張也好 因為等到 把現金換出來 換出來 等到他能找的時候 你趕快去湊一下去 找那個主流的嘛 AI伺服器 它是伺服器 它是大的 比如說影像辨識 無能機 操控機對用AI去操控 你甚至於說 我今天把F16V或金國號 或是IDA 或是我們F51改成無能機 那也是把AI電腦裝上去 一樣這個道理嘛 它就是裝一台100萬美金 That's it 100萬美金不會每家都有嘛 就是100台1000台 1萬台 它不可能1億台嘛 所以你的業績不會爆發性成長 它會有業績 但是它抵不過消費性電子 對 就這麼簡單 那問題是 會講這個實話的人很少 那大家都是找 有漲我就說會漲啊 就告訴你說政府不互盤啊 跟政府沒關係啦 政府真的不干它的事情 重點是 AI伺服器就是那幾千台幾萬台 它不會幾百萬台 所以業績就這樣 就這樣 它已經反映到2025年2024年去了 所以你等於是你現在買的股票 就會套到那個時間 你不會套死啊 但是你會很悶 就悶啊 那我們回到 如果假設沒有一個像樣的跌幅的話 這個AI金融股剛才講了 他們沒有一個像樣的整理的話 那其他的族群你認為 也不會有一個暴漲的情況了 我接下來的問題是說 我可以佈局這兩個族群之外的 什麼樣的族群啊 譬如說我們剛才講到 因為放完假才剛回來嘛 那我們只能就上個禮拜 發布的一些利多的消息 利多的新聞面來看 譬如說生計 可以嗎 當然可以生計可以 因為生計這個我認為是 第一個就是政府有在主導 然後我們證交所也是代表 那是代表政府啊 他會去要廣邀生計的公司 來做一個說明會 他也說這個生計的市值要超過 要慢慢的就是增加到4000多億 就是上千億以上 就是說他希望有一個護國群山 這是對的 這叫分散風險 對 我認為這個是代表說 我們國家要去 應該說耕耘這個區塊 政策面上都是看多 因為你想想看嘛 我們不管怎麼說 台灣也步入高齡化社會 全世界都一樣 連中國大陸都在高齡化社會 那在藥品上面 是不是就會大家比較會去注意 那加上說我們的證交所也要做 政府也有意要扶植 那變成說我在 在這個半導體之外呢 是不是專注在於生計這個區塊 而且他們用電也比半導體少 所以說加上說他們的籌碼都比較輕 他們的股本大概就是20億 10億5億以下 這個籌碼又輕的 你要拉抬也不過花個幾百億 我認為他們是未來的黑馬 因為你第四季現在才第一個月 現在是10月份嘛 還有11月跟12月嘛 選舉行情搞不好就落在生計股身上 它不見得會落在大盤 為什麼 對 外資因為美國的債券殖利率的問題 殖利率高達5% 對不對 以上 那你債券殖利率5% 台灣的殖利率只有3.5% 那他怎麼買台股 外資如果一直狂盜你台股 我們政府去拉台股嗎 去拉你電子股嗎 他神經病了 打個壞去 對不對 我今天的勞退資金出來 他搞不好告訴你 我開放你買生計股 他講這句話你怎麼辦 你怎麼追 生計股一拉就是漲停板 對 你現在不去卡 你不拿一點資金去卡位 你怎麼去賺後面的那幾十根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生計股是很多 很多樣化 對不對 我們有做藥的 原料藥的 有做生物藥的 有做代工的 還有做醫療器材的 對不對 還有做AI智慧的 我們台灣生計實在是多得很 而且多到已經很難去跟你說 在10分鐘節目裡面 或20分鐘裡面跟你解釋完畢 因為解釋完畢你也忘了 老實講真的 所以生計股是值得 我們去注意的長線題材 絕對不是短線 你喜歡做長期投資的 可以去做藥品開發 藥品開發 長線 真的是長線 那個一放可能5年8年以上 但是如果說 像是原料藥代工的 譬如說蓄附就很不錯 為什麼 因為它廠房才剛剛受災壞掉 現在重新再開 24年25年會有新產能開出 股價在低檔 還是原料藥代工 這種是擺明的就是我代工廠 我業績慢慢的未來每年好 那我股價在低檔 OK 我可以去佈局 那你說什麼藥滑藥 這是血癌藥 那之前漲過 現在在震盪 那如果說國光生 那就是疫苗 疫苗流感疫苗 當然第四季是忘記 可是國光生的業績很難看 為什麼 因為所有做疫苗的 因為在前面COVID-19的時候 都賺很多錢 那後面就疫苗 就不需要 可是你忘了流感也要 現在還有新的什麼 腸病毒疫苗 現在還有新的RSV的疫苗 也要出來 所以疫苗有出來 大家有在做 業績自然會灌進來 所以業績的部分 它股價還是會反應 可是你疫苗來說 我認為等到它出來的時候 大家再去買會來得及 像國光生這種疫苗類的 就要小心一點點 那其他像是還有 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像是寶類 這個是做生物藥的 寶類就還不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生物藥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 我們目前台灣的生物藥 也是在美國做 它也是做代工 那代工比較安全 因為你如果真的要研發新藥 那個時間很長 投入很長 那個是十年 而且是要超過十億美金 而且是大廠做的事 要有大的市場才能做 你要有幾萬人的sample 你台灣去投藥 人家會罵你 所以台灣 市場已經被大家瓜分去了 不用了 我們就做代工就好 因為台灣人其實很聰明 台灣人在這一塊真的很聰明 我們的電子廠做代工 那我們的藥品也是做代工 幹嘛 最威脅給人家做什麼 我們就做那個 一樣可以賺 因為你不要做我可以賺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嗎 那你台灣又要福祉 那我們有剩下的錢 我們再去自己開發嗎 我們國人適合的藥品 這個是政府在政策面做過的 所以這個生計呢 是大家可以來留意的 那生計裡頭 剛才分析師已經提到了 有長線的 還有呢 目前你可以來看一看 在年底之前呢 是不是有好的價位 可以先卡位 好第二個問題 戰爭又馬上要開始了 如果這個中東大戰 一開始打的話 當然現在不知道 大家現在在整理軍備啊 在集資啊 集這個裝備 還需要一點時間 如果大打跟小打結果是不一樣 會影響到這個股市當中 什麼樣子大家可以注意的情況 或者是避開的情況呢 如果說一旦脫廠的話 對油價一定會再次往上走 它一定會影響到 那如果說因為這樣子來看的話 因為哈馬斯它是一個 它的地區加薩走廊之後 大概230萬的人口 它應該沒有太大的作用 可是因為它這一次裡面 消耗最大的就是在飛彈的部分 然後外帶凸顯的飽和攻擊 就是說這個戰略思考邏輯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認為軍工未來應該是長線目標 就是大家都會提升軍備 你想想看我備戰都會被打 那你要不要提升軍備 一定要嘛 誰都會怕嘛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用5000發打我 那我下次就準備1萬發來防御 就這麼簡單 所以整個那個量 庫存量會往上升 所以在我們台灣的軍工股裡面 其實就會很明顯受惠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雷虎 這個是無人機 像無人機 烏克版是準備1萬台無人機 它講的 事實上我認為它應該準備到10萬台 為什麼 一個無人機等於1發炮彈 所以他們會使用這種無人機 會越做越多 所以我們台廠是有機會 我們的降成本 漢翔F16V的升級版 這個F16V的升級版是說 我們要把F16升成最新的4.5代 表示說它能夠符合 這個所謂跟這個無人機做協同作戰 那你全訓呢 它是做這個專業的生化甲高頻晶片組 高頻晶片是說 我在飛彈的尋標器上面使用 它要抗干擾 還要能夠解析 而且它屬於所謂的高功率 那你飛彈一顆出去就沒了嘛 所以說你射完2000發 你總是要補的吧 你要不要補 要補啊 要 那你飛彈會不會過期 會過期啊 你飛彈 難不成可以混水夢遊說 那我不要換了 那就跟俄羅斯一樣飛彈打 打不出去 出去還掉下來打砸到自己的 是不是 不可能 所以你換機槽 試射都會有 對不對 既然你要這麼做 所以台灣的軍工股 完全可以注意 這個保力做發動機 你飛機只要一飛 發動機就會損耗 發動機一損耗 很簡單 你就是要危險 這個軍工類股呢 大家會隨著這個戰事的情況呢 把注意力轉到軍工類股 那它的介入時間點呢 物語應該是最近這兩年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今天都是走開高 走低的格局 所以說在明天後天 就等於是說 在未來的一到兩週裡面 軍工股會值得我們布局 因為軍工股不是只有2023年 2024年才是真正發光發熱的時間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運達頭顧 顧婦仁老師 今天第一次來也帶來的大地震 剛才大地震 還有啦 大概只有三幾 希望從今天的地震 明天就可以大發了 大家在股市當中 把這個支箭觀念轉一下 就像剛剛富人所說的 你該買什麼股票 該什麼樣的砍股票 你要有決策力 這個是在股市當中 制勝的重要的一個觀念 非常謝謝富人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了 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